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 我为什么喜欢在州里加汤吗 从玉纯轩走到第一道宫门 要讲紧一炷香的时间 到第二道宫门 再要半炷香 究竟如何才能逃出去 你来做什么 虽然你师父的生辰过了 但你还来得及给他做一碗不苦粥 补一份生辰礼 我保证 今年生辰 一定让你喝到最正宗的不苦粥 没想到你煮不苦粥倒是熟练了 跟玉莲娘亲学的 原本想着 想着什么 不记得了 你知道 我为什么喜欢在州里加汤吗 我跟姐姐在流亡的路上 饥寒交迫 她心疼我 便把身上紧剩的汤 留给我过府 后来我们被迫分开 她从来都没有放弃着我 阿正 若不是因为她 我早就死在斗怒场了 我和姐姐一起经历了家破人亡 她从未怨过 恨过 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 期待过上平静的日子 但我今日才知道 她独自面对着多大的压力 将此 姐姐进宫 恐怕是被人安排的 绝非出卖 期望所换 两分粥 一份给你 一份送去给师父 我陪你 我陪你 这孩子 就没有一件完整的衣裳 今夜的月色似曾相识 不如月落 好 大人 江姑娘 出什么事了吗 烟室 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 今日早些时候 来了几位宫女 说是为贺郡主大婚 带来了一些典型和礼物 应该是那个时候 藏了人 刚刚又趁着护卫换岗 劫走了燕尸 是谁把她带走的 我要去找她 你先别急 我师父不见了 你叫我如何不急 你分明知道 清康渝她也是浪堂无序 她就不该回来 江姑娘 大人这些日子 一直叮嘱我们 好生看着燕尸师父 这事发突然 况且 况且你师父所面对的敌人 与我们大人来说 也是泰山压顶 乙妃 能以宫中的名义前来送贺礼 并有可能对师父不利的 是陛下 只是可能 还需要验证 如若是她 非明已将师父留在光明寺 为何又要暗中掠走 如若她真的与齐王旧案有关 她一定会忌惮你师父敏感的身份 一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你师父抓走 便可以在暗中拿你 不再受限 我要回宫 如若真是陛下所为 她发现我不见了 更有把柄来对付我师父 我只有先回去 才能让她安心 才能护住我师父 她既以封我为郡主 就不会对我轻易下手 不是吗 你只我打定主意 就不会轻易回头 好 但你回宫以后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你已经得知师父不见的事了